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 在前面我们讲到了像SIGL注入 然后Web方面的像什么 像XSS是吧 文件上传,文件包含 这一系列漏洞 然后我们又讲到了如何通过 搜索引擎去获得一些网站的信息 比如说指纹信息 像网站的版本 服务器版本 然后框架,语言,数据库等等等等一些信息 那如果想要具体的获得一些信息呢 我们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够特别寄托于搜索引擎 主要是使用的是咱们的目标扫描工具 用这个吧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主要学习呢 这三个比较比较这个典型的目标 去收集目标信息的这个工具 一个是NMAP 一个是这个 它的一个前端 这两个其实呢你可以认为是 是同一个产品 只不过呢 这个是命令行的 命令行的扫描工具 这个是呢 图形化的 对,它的一个图形化 另外一个是呢 这个叫OpenVAS 这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个扫描工具 这个扫描主要是和前面我们讲到的一样 获取什么目标 它的一些信息 像版本呢 然后 它所使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语言呢 等等等等 这样一些信息 那整个这个 环境呢 还是一样 我们使用的是 伸动机 是Kali 或者是温7 然后目标把机呢 还是那台 OWSP BWE那些机器 好,这个图标 NMAP这个图标 大眼睛 是吧 NMAP呢 它可以说是 开源界的一个 最强大的开源扫描 扫描工具 扫描器 就跟那天有同学在那介绍的一个叫NC一样 NC呢 其实 我听你们当时在介绍的时候 说用来传文件 是吧 那只是它功能之一啊 NC被称之为网络 那个 被称之为瑞士军刀 它有很多功能 到时候给大家拓展讲一下啊 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先不讲 不只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NMAP呢 它的官方网站是 NMAP.org 另外还有一个网站叫做 SecurityTours.org这个网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嗓子不清楚 好 这是它的官网 然后还有一个网站是 SEC是吧 SEC2O4.org 好 这两个网站很显然的都是 这都是英文网站啊 这边呢 这是我们NMAP的 这个就是NMAP的前端那个 左边呢 就是NMAP 这是我们要用到的这个 命令行的工具 NMAP加一些命令 这个着实呢 加命令的话也让人感到很头痛 就是很多人呢 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参数 是吧 但实际上啊 我们肯定是使用 命令行的工具来得更加强大一些 是吧 或者是轻量它的那个 消耗的资源更 更少一些 就比如说 我们在大家抓包的时候 用什么软件 TCPDub是吧 但是去分析包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Warset 是不是 那就是这个道理 电脑垃圾太多了 左边 右边呢 是咱们的MMAP 右边呢 那个左边呢 就是咱们的另外一款 也就是这个软件 SEMAP这个软件 它同一个厂 同一个公司的 这边装 至于装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能就不装了 因为本身 我们在开立当中 就已经存在这个版本 大家看最新的版本是 7.7 7.70 是吧 7.70 这个版本 然后这边呢 这个叫SEC2OS.org 这个 MAP安全扫描器 MAP那个扫描 安全的列表 安全的工具 然后呢 这边它列出了什么 它列出了 前 TOP125 也就是前185位 网络安全工具 网络安全工具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呢 有这个排名 是吧 还有一个是上升的一个 上升的一个 一个 一个数量是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相应的指数 那这个是排在第一位的 WorldShack 好强大是吧 它支持的平台很多 还有一款 另外我用过 这个Slipper 这是Slipper软件 然后这是排在第一位 第一位的 还有呢 MSF MATSplit 这是一个开源渗透框架 那这里面可以呢 就像我们的宇宏之兰 这些呢 都可以 这些漏洞都可以基于 这个 在这个框架下去运行 这个大家展示一下 到时候 还有呢 NASUS 这是 非常强大的一个漏扫工具 商业的 商业的漏扫工具 它在第三名 下降两名 有人下降就有人上升 对吧 然后还有呢 像这个 L-Crack 无线攻击的 这样一个工具 同样在开里里面也集成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同样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但是 有一个条件 我们现在开里装在哪的 是装在那个虚音机里面的是吧 虚音机里面 其实是没有无线网卡的 如果说你把开里装在你的Linux 不是 sorry 装在你的这个真机上面 真机是不是有无线网卡 就可以直接去 攻击无线网卡是吧 攻击这个无线路由器 那如果说 你想在虚音机里面用怎么办呢 你得买一个那种 外置的无线网卡 就是一个USB的那种类型的 一个小玩意儿 听明白了吗 大概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那种东西 买一个那个插上 然后在VMWord里面呢 你得先用它去 搜到无线才可以 那天我给我同事说 我说我们这个工具很强大 他说不用 他说那个安卓上有那个什么 无线万能钥匙 让我直接可以连那个无线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基于什么原理 反正他给我演示了一下 在那个酒店里面 然后随便搜了一个无线连案了 这个手机上啊 无线万能钥匙 不知道 我没知道 不知道啊 好乐呵啊 这个 然后还有呢 Slot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 一个 入侵检测和防御的这样一个系统 入侵检测系统 针对网络的一个入侵的 这样一个侦测 还有下面呢 你看 但是你要想搜了哪一个 搜哪个的话那就可以呢 怎么还有backtrack呢 为什么还有backtrack backtrack就是我们说的BT 当然就是现在的新版的就是凯利 老老板也叫backtrack BT嘛 用到5以后就变成这个 还有什么这些你看TCP弹部 很强大的啊 这都是一些开源的 还有呢 我们在 我们用过 我们用过这个软件是吧 没有 没有吗 用过 只是我发音不太准 Ball Street是吧 没用过吗 我们用到它的一个 现在目前 我们目前在之前用到它的是一个什么功能 拦截代理功能吧 那我们后面要讲它的 scanner 拦截代理功能 还有呢 还有呢 Spader 这是它的爬虫和蜘蛛功能 OK 这里呢我还没讲到吗 这个 这个东西啊 你看 上升多猛 就跟你们一样 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这个软件啊 有两个软件 可以说是安全界 基本上大家都必须会的 一个是 这个软件 Ball Street 它是做 渗透测试和漏洞扫描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 Secure Map 我们现在用到的 这个讲的那些东西呢 可以说还是比较的 相对而是比较浅 因为我们的基础课程当中啊 我们就讲这些是吧 然后 Ball Street呢 我们后面会也会讲到 这些都是很强大的 所以大家有时间来翻一翻这些东西吧 还有这个Eater Cap 我们用它来可以做中间人工机 这样的一些工 中间人工机 这样的一些工具啊 Eater Cap Eater Cap 没有这么插过它的发音 OpenVS New 19位 OpenVS 是一个漏洞的扫描 扫描的一个工具 好 那这我们就不一一去看了啊 总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 好吧 看一下这些安全工具的一个排名 如果说你心里面有新意的安全工具 怎么办呢 在这搜索一下 然后看看它的排的DGV OK 是这样一个情况 总之 这个NMap呢 是我在 Long Long Ago的时候 就已经 使用了一款 一款这个漏骚软件 功能 不是漏骚软件啊 是信息的一个 它不能漏骚 它只能说信息收集 就是我们说的彩点 对吧 你要先获得这个主机的各种信息 然后呢 它的使用呢 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面有一些案例 有这样一些案例 首先 我们的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卡里里面的 怎么是在这儿上面用 还是在 还是远程连接过去用 我这机器可慢可慢了 感觉 COR是吧 好 我们连接过去用吧 有时候可以复制粘贴一下吗 方便一些是吧 刚才说要 宛道同学来了吗 他说九点到啊 现在是九点十分呢 176是吧 那个服务开了没有 我记得我们上次好像将那个服务设置为 开始启动了 好 那就行了 好像还有一个用户叫天云 天云还是杨哥之类的 他叫杨哥 好 密码应该是1 我记得 好 那我们就连一下 我们就是从这边连接 不知道是哪个 192.168.106.176 密码真的是1 切换到管理员 好 我们的开定呢 是那个SSI就服务起来的 如果说你乍一看 开定默认是不会启动的 之前我们在前期的课程当中 我们已经把开定的SSHD设置为了开机自己 好 那这个MF呢 这个是不用装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版本 7.70 还是比较新的吧 为什么比较新呢 因为我们的开例是2018年版 是吧 而那个软件呢 应该不是2018年的啊 好 现在目前是可以的 好 那个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帮助很多 刚刚HAPP 下面呢 首先最下面有一个examples 有很多视力 是吧 然后包括NMAP-V-A 然后这后面跟它是一个主机 是吧 这个主机应该存在吧 我想应该存在 我们试一下 先扫一次看感觉一下什么效果 这不是漏扫软件啊 再说一遍 这是信息收集的软件啊 录扫它还 应该说还扫不到 刚才先跑着这边 这个-A 还有-SN 后面跟它是一个网段 这又是个网段吧 还可以呢 加上别的参数 另外它才告诉我们说 更多的帮助页 可以看 可以看这个页面 差不多吧 好像就在这里面的 现在点的是哪个牛 我不知道 这就是它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整个一个东西 我怎么没看出来有啥帮助呢 有 有 有 这个主机有什么 有这个 这是描述 操作的一些汇总 这是目标的一个设置是吧 还有呢 这个目标的设置 这是主机发现 端口的扫描 好 像主机的一个发现 我们看一看 我的天哪 这有点多呀 感觉 是不是会把你们这个 这个软件说得这么好 但是这么多功能一下下着了 那还是简单重剪吧 好 那往上看 我们从前面往下 往下走几步看看 如果对TCP IP的这个 对TCP的这个三次握手啊 接着连接 断着连接 过程不了解的话呢 这玩意儿也看不太明白 它整个是相关的 好 比如说 有一个目标的一个指定 对吧 目标的一个指定 它说可以是什么 说你扫描的目标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主机 可以是IP 可以是什么 一个网段 可以主机IP可以是网段 是吧 然后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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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Me. 扫描我.mf.org 这是在官方网站是吧 这还没扫完 然后 可以是 Microsoft.com 看号4 这个鞋吧 就是扫描这个主机所在的网段 这个微软的主机 这个微软的主机所在网段 可以是一个主机 可以是一个 哇 这个还可以这样 嗯 十点零点 几点二五四 Heart 从一个主机 或者网络的列表 文件当中去输入 我这很少用这个 这这边跟一串 还有呢 还有这个 IR 选择随机的目标 这是什么意思 没用过这个 好 这是关于这个目标指定 一般我们就很明确地指定某个主机 这是最常见的是吧 就不像他们搞那么复杂 那主机的发现呢 主机发现呢 像SL 这个S呢是 scan 扫描的意思 然后list scan 然后扫描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什么 简单的一个目标的一个 一个扫描列出来 这个SN P扫描 当然我们说的P 它其实不是你想的那种P 不是那种P 好吧 然后它是禁用了这个 端口扫描的 进入端口扫描 然后还有PN呢 跳过主机发现 好多啊 这个往后看 然后还有呢 扫描的一些 扫描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方式 然后 然后比如说这里你看 我们先看一下啊 SS 第一个S肯定是扫描的一次 好吧 第二个S什么意思呢 看这有对应的 看到吗 前面是一个 斜线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是不是五个 那SS什么意思 就只向它发起一个 第一 就是发起一个三肢握手的第一次 SYN过去 所以第一个S就是SYN那个标记的一次 没有吗 第一个S是SYN标记的一次 这个 这个各位看 后面几个 第二个ST 连接 这个也没有那么用过 SA 就是 ACK 就是上来给它发一个ACK 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方式 还有U呢 这个肯定是UDP的扫描 是不是 这个我也用过SF 给它发一个什么 Felish 发一个Felish 这种方式 还有呢 紧接着我们用到端口 用到这个端口 这种方式 这个是扫描的一些方式 这个端口呢 来 就是指定 可以使用了这个 按的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比如说 不是不是 按这种方式 这个端口 钢P 后面跟上一个什么 端口的一个范围 当然它紧紧扫描指定的端口 比如说钢P 22 这个当中有空格 没空格其实都可以的 就跟咱们买SYCLE一样 那个钢H 或者钢U 什么后面加 钢P 这个大家看得懂吧 是不是这样 1到6535 这是全端口扫描是吧 没有写的话呢 就是TCP 是不是 那写的话呢 可以这样写 可以写成一堆 我听 UDP53 这是谁的端口 告诉我 哪个服务的端口 DNS DNS 111 哪个服务端口 如果 扫完了 这边 这边扫完了 这个如果不知道 是哪个服务端口的话 Grap 111 从EDC下的 这个 SERVSES SERVS文件里面 看到吗 RPC 什么什么端口 PortMap 我这个也没有印象 137 不管了 这是TCP的端口 是不是 这是什么端口 S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好多的 也没有用过的 也有 还有F是快速模式 快速模式 然后等等等等 然后另外呢 它除了可以定义端口以外 还可以定义我们的 SERVS的版本 去搜索 那个服务的一个什么 版本 比方说SV SV 就尽可能去侦测 一些服务的版本信息 然后还可以加一些脚本 就是这个NMAP呢 现在它不只是可以呢 去扫描 它也可以去探测和攻击 利用它的一些脚本 去探测和攻击 但是个人觉得呢 还是 这个还是交给别人吧 对吧 我们NMAP就干它的扫描就行了 另外呢 OS侦测 就是侦测对方的什么 操作系统 一个杠大O 就是启用操作系统的检测 侦测 就是能够侦测它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比较常用的了 基本上 这还有防火墙相关的 防火墙和入侵检测 这样一些 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的 这怎么去可以 比如说怎么可以跳过防火墙 绕过防火墙 还有输出 看到吗 输出的话 就是把扫描的结果给 输出来吧 ON ON什么意思 Output scan in normal 就是一个常规输出 最常规的输出 OX呢 XML格式 这些后面的我都没见过了 我一般比较常用的 就是XML格式 好 这是 这是相应的 相应的一些方式 那就这么多 好 钢A了 有一个 各位有一个杂项 杂项里面 Misc 杂项6 就是启用什么 IPv6的扫描 目标主机 IPv6 有一个钢A 这钢A 那刚才各位 是不是见了一个钢A 在这儿看 我们刚才在扫描那个ScanMe 的时候 用的钢A吧 默认 这个A是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它是 相当于好几个功能的一个集合 知道吗 启用 超系统侦测 各位 刚才启用 超系统侦测 用的是哪 用的是哪个命令 用的是哪个选项 杠什么 杠 大欧吧 那个杠 大A里面就包含了 有意思吗 还有 版本的侦测 这个好像是 哪个命令 用来侦测的 版本侦测 还有 脚本的 Scanning 还有 什么 TRACE Routing 路由 路由的追踪 总之 杠A好像有点多 它基本上涵盖了 好几个 涵盖了好几个 这个小选项 听明白了吗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扫描的结果吧 全面都有 看一下 这是刚才对那个谁 对官方的 ScanMe 注意扫描行为 本身也是攻击行为 所以这个是要 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的这个 方式 我们看 目标主机 目标主机 它是 Linux 是吧 是不是Linux系统 然后并且呢 一共经过了 它的距离是 两跳 两跳 经过两个路 一起到了吗 不可能吧 然后还有了 它说了两跳 你看 从106.2 到这个机器 一共经过了两跳 为什么会追踪到 这个Trust Routing呢 因为用了杠A 杠A不仅是可以干嘛 不仅是可以进行 操作系统侦测 版本侦测 还可以使用脚本 还可以呢 去路由追踪 路由追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路上经过的 所有的站 给它 记下来 你比方说 你现在到北京 经过了哪个省 哪个地方 给记下来 看到吗 路由追踪 路由追踪是什么行为 是什么一个方式 它利用了什么协议 你们知道吗 它利用的是 ICMP协议 你们把ICMP协议啊 我原来 原来我们课程当中 特别深讲了一下 那个TCP的四层的 几乎的 几乎百分之六七十的协议 现在课程当中呢 由于经典的原因没有讲 我可以呢 到时候录一个 录一套视频给大家 就是你们ICMP 功能非常强大 其中呢 我们用到了Trust Routing 就是基于这个协议去追踪的 ICMP协议里面有一个 ICMP协议呢 它可以进行这种 报纹的这样一些 探测 追踪 那这里呢 就用到了一个协议 好 经过了两条 还有呢 我们的脚本 连脚本都用了 就是尽可能地 给它用一些攻击的脚本 也给它用上了 这里呢 是这样一个方式 好 上面还有 还有太乱了 是吧 发现它的哪端口 你看 扫描它的哪端口了 扫描它的一千个端口了 是吧 四个端口 然后其中的包括 我们看到的 侦测的它的 二十二号端口 八零端口 三三三 什么蛋糕 不知道 什么蛋糕 什么蛋糕 好 这个刚才有点夸张了 我觉得个人觉得使用 行 下面呢 我们下面就来看我们给大家 大概列举的这些东西 SN什么意思 我们找一个地方来看帮助 一个地方来扫 好 咱们可以学会这样 Grap吧 然后可以这样写吗 说了不可以 走吧 因为刚ğ follow的话 这边写的话 他会认为 是Grap的一个 一个选项 这样写就可以 刚刚 es 刚刚 es 刚刚好像统一化的 就是不要去这个 DNS的一个 解析 对吧 其实不要将名字给它做解析 呀 本来就是二十的二十二号端口 你别给我搞成那个 啥啥啥 RTA ATDP之类的 不要解析名字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NMAP-SN是吧 然后是那个机器是多少呢 那机器应该是192.168.106.134吧 哇好简单看到吗 啥玩意都没有扫啊感觉 其实没什么可扫的呀 你看主机只得到它的 它MAP地址还是个VMW的 然后经过了这个主机目前是UP的 这没有意义这个扫描是吧 这个SN这种扫描没有针对任何行为的扫描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扫描方式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主机发现而已 只是看它有没有在线嘛对吧 我们随便找一个135 这就不在线嘛对不对 当的这只是一个发现而已 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第二个呢 这个就有意义了吧 SS S什么意思 我再问一下 SY SY对啊 那是不是SY呢 没关系 一个窗口看帮助 一个窗口来扫 然后我们来看帮助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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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TCB的 SY那行从这边来吧 S S端口是多少呢 可以是22嘛对不对 就是192168点1010106点134 这很快 对方主机是S S这个端口是 Open的 有点少是吧 相当快吧 看到吗 扫描个主机的端口是不是相当的快啊 它只是发起了一个SYN后续它不管了知道吗 它的原理就是 原理它还能猜到 我要是给你发个SYN 你是不是给我回一个 SY C K 那我就认为 这个端口是 开着的 那我 我简单 如果追问一句 如果没开会 回一个什么 不知道是吧 好 来 两个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算是扩展一下知识 那咱们抓包 还是使用的是工具呢 还是比较常用的是 TCP-Dub -I ETH0 -N 各位 这是杨哥 写TCP-Dub的标配前面的 那个N 那你应该能猜到什么意思 不解析 不去反解嘛 不将端口解析成为 协议名 主机名 不将IP解析成为 主机名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是 GAMP 我们 我们抓一个主机 192.168.106.134 OK 的端口是多少呢 我们先抓个 22吧 语法错误 好 好 这里呢 呃 我们看看啊 现在我 我在抓这个包吧 然后我这边 我去连他哪个端口 开了吗 开了吗 他对方 22开没开 如果开 我向他发起 跟S1过去 他应该会回个什么 yes 来 看一下 怎么连 想多了 NCA这工具 很好用的 只要装了就可以用 瑞士军刀 你不用用谁 然后连192.168 多少 106.134-T 其实不用写 摸人就是-T 知道吗 22 142连他22呗 看这边的表现哦 走你 我们就看标记 我发了一个S1 谁给谁发的 我 我 176 我用我的53740端口 给他537 给他发一个 22端口 发一个S1 他给我回来个什么 S1个点 各位 这个点是ACK的意思 OK 你以后见到点 就是ACK 在这里面 当然如果用WordShack看的话 这就不是点 它就是正常的 好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显示点 是由于显示不下了 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你看 前面是标准的三字握手 看到了吗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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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后面咱就不管它了 各位 我想说的是 你去访问一个 刚才这个抓包的原 不是抓包 那个探测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 发一个S 发一个S S1 S1过去就知道它 那个啥啥啥啥 因为 如果对方 22端口开了 会怎么样 会收到一个什么 会收到SYCK吧 要是没开呢 我让你们猜嘛 来 他33号端口开了吗 开没开 那咱就 那咱就 那咱就连呗 连它两个端口 我说了 -7-U 除非-U要写 -T呢 可以不写 嘛 一下就断了 那边 你都闪 一闪过的 过了啊 来 测测一下 那边回来干什么 我肯定还是 给对方发了一个什么 S1 对方说 滚 啊 R是什么东西 TCP标记 跟大家说一下 有 S1 ACK 是吧 有FILISH 这么常见的吧 有RST 叫做RESET RESITE 重置 知道吗 RST是重置标记位 还有了其他的几个 什么标记位呢 那咱们冒的 那咱们冒的 TCP标记位 没那么多啊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 我们常见的 不就这几个吗 SYSK FILISH RST 还有叫紧急指针 那个我突然写不下来了 哦 我相信了 我们可以 慢一下那个谁啊 慢一下TCP Dump 这玩意儿看到吗 TCPDump里面就有 找 看帮助嘛 但在哪个地方呢 这个就 这个就有点 有点大了 我忘了搜什么单词了 PageUp PageUp Dump 这个帮助有点 有点太 太大了 嗯 好长时间 没有这个用 所以就 这是他的给你的 给你的帮助 看到吗 一个Examples 我记得这里面有一个 哪儿啊 不是 这儿 这里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TCP的头部 就是如果说要使TCP封装的话 TCP会给你加个头部 TCP呢 是 就是 TCP是哪一层 传入层吧 就是它会在你的数据 数据的前面加一个头部 一个header 一个header TCP头 没有 它里面有这么多 这么多是什么呢 真的有必要给大家到时候录个视频 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好 TCP 面试的时候会问 说 ICNP协议是头部多少字节 TCP多少字节 UDP多少字节 我说了几个 ICNP TCP UDP 还有一个是IP 这比较常见的四个协议 那大家 首先现在把它记一下呗 好吧 我们现在说的是 TC 那个 这个 UDP 还有什么 ICNP 它的头部 也就是它的这个header 它的这个header 它的头部 就它额外会在数据前面加的头部 多少字节呢 是 八字节 八个字节 明白吗 然后 TCP和什么 IP 这两个头部 对没错 是二十字节 这个 你知道一下 然后我们来转过头回来看一下TCP 好吧 看一下 那个 回来咯 一 二 三 这个是谁的头部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您到三十一这啥意思吗 三十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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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几个字节 四个字节 也就是这一行是 四个字节 一行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看到吗 一共是五行啊 五行正好是二十字节 这点也包括什么呢 圆端口占了多少字节 两个 目标端口占了什么 两个 然后 顺序号 占了 四个 确认号 占了 四个 然后 头长度 header length 占了 多少 说不上来啊 保留的 还有呢 这是TCP的标记 看到吗 TC标记 我们比较常见的 是不是S 然后A 然后 Felish 是不是刚才见过一个 叫什么 R R是reside reside 还有呢 这个P 叫紧急指针 紧急指针呢 啊 不 sorry 不是紧急指 我乱说 破 破 推 推标记位 推推推推推推推 咋写的 P-U-L-L吧 P-U-L-L吧 P-U-L-L 哎呦我 这英语 倒是扑还 我反正我说的是推 我中文说的是推 PUS 那就PUS吧 PUS 拉是吧 好好好 得丢人了 那个 推标机位 就这几个你记住就可以了 如果面试问你 或者说问你说 啥叫SY SY只会在哪个地方出现 你们讲一下看 SY只会在三次握手的前两次出现 别的点不可能出现 出现的话就见鬼了 是不是意思 第一次是不是纯SY 第二次是什么 SYCK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 SCK呢 是到处都出现 只要有确定的地方 都有SCK 是吧 到处出现 而非力士呢 是在断开连接时出现 而R呢 就是 当访问一个未开启的什么 的Low TCP端口的时候 UDP还不是这个说法 UDP还不是这个说法 专业的描述 那现在录视频 那我就说在里面 你们可以回看 听专业描述 然后当访问一个未开启的 TCP端口的时候 服务器会给你回应一个带有 Reset的标记 也就是 重置吧 连不上 对不对 当然这个有可能是没开 也有可能是会防火墙 给去了 反正是就是防不了 这意思 没有吗 那当访问一个未开启的 UDP端口的时候呢 UDP可没有标记位啊 好不好 UDP可没有这些货啊 如果 当去访问一个服务器 一个未开启的 UDP端口的时候 会收到一个什么 叫做 对方会使用 ICMP协议 给你回一个端口 不可达 要不要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这个我说完啊 远端口 没有端口 顺序号 确认号 保留位 不是sorry 投长度 应该是一般是 投长度 保留位 这些我有些我也不知道 然后 PUSH是吧 PUSH 然后这是 PUSH什么意思 PUSH表示的是 大概意思就是说呢 相当于 我这个解释不太好啊 但是你意思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 你现在要坐船过河 本来人家是等一船满了再过 是吧 你在那儿可能就等吧 但是现在你很着急 然后 你去了就 开开开 相当于不在缓存里面 过多的停留 相当于告诉对方说 这个数据很紧急 你呢 不要在缓存里面放 直接用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些 这些标记 我们就不管了 还有窗口窗口大小 还有TCP的校验位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还有紧急指针 好 这是关于呢 这个TCP的一个东西 OK 大概到这儿啊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 也是一个小玩意儿 看抓包 还记得吗 抓包 给大家讲啊 这个很重要 抓包的行为 抓包排错是最棒的 是不是 你不会抓包 你的人生绝对有缺陷啊 好 来 刚才访问的是什么端口 TCP是吧 那如果我现在访问 7777 这样访问 访问的你是不是也是TCP 对 那我要访问一个什么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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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刚 U 你们告诉我 这个端口有没有开吧 没有 没有 是一个端口吗 134 不是没效果 是 还得这样 现在 不是现在 还没有 那边没显示吗 你在这儿随便的 输一点东西 相对于 你俩之间 通讯一下 然后他就说 他说什么 不是不是 这个地方 我抓包的时候有个问题 我刚才回 我跟大家说了 他会以什么协议给你发 IC 对了 然后我们加个货 货 货 通讯一下 看到了吗 当你访问他的77 端口的时候 是吧 他说 UDP端口 777 on regible 不可答 这是什么协议发的 ICAP 别的协议发不了 差错报稳传输 OK 那要是说他这端口开着呢 那要是开着呢 要是开着呢 怎么开啊 有这个端口吗 777777的端口吗 想做实验还是很好模仿的 NC-Listen 是吧 Listen是不监听 监听在192.168.106.134 不是不是 他是 我们去访问的是 134是吧 134在哪儿啊 14在那个机上面是吧 14还没有连呢 妈呀 192.168.106.134 还没有连他呢 root是吧 owaspbwa 买块输错 owas owaspbwa 什么意思 一会儿再研究吧 我现在从这边先 root owaspbwa 这啥玩儿有什么好数的这个 他的密码被我改了啊 登上来了 哦 登上来了 这边还输错了 我发现我不太上场这个密码了现在 NC-L 然后-U 7777 简单一点好吧 简单一点 然后呢 我现在这边开抓 这边呢 来连 777 这还没连啊 登 回车了 这是不是连上了各位 根本就没有给你发那个所谓的什么 其实这边你看 他俩之间 通讯的时候 什么通讯 他说 这边是否发了一个这个 说哈喽啊 哈喽 134 这是 这是谁发的吧 他说 OK 然后说哈喽 176 然后 他也收到了 看到吗 可以聊天 就是你俩开个NC 可以聊天 你 不一定TCP UDB UDB UDB就行 你俩开一个NC 监听一个端口 然后你俩在脸上 然后相互聊吗 就是这样子 扩展了 行 那就是这意思 总之 我刚才回到原 原话上来 原题上来 这个不是讲偏了 然后 然后我们用的S S S S是什么 发一个 GAMP 101 到 10024 他的探测的原理是 不是135 是13 4 他探测的原理是什么呢 哎呦我的妈 怎么那么大 我怎么那么长时间 他探测的原理 就是发一个什么 在这 S1 发一个S1 过去 然后对方如果说一个给回一个SYCK 表示 OK 听明白了吗 各位